万华猛鬼公寓 你单听这个明日是不是就挺吓人的 所以啊 歹小的朋友们赶紧把视频管上 这期节目你就别看了 我怕你把持不住啊 故事啊 要从民国66年说起 在台北市万华区有一栋四层的公寓 和现代的建筑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每城呢三户 一楼呢是店面 除了老旧的外观之外啊 其实啊 这里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虽然只有四楼啊 不过在档池那个年代啊 说是比较高的建筑了 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啊 这里四周啊 纷纷盖起了高楼大厦啊 这个市场的小公寓楼呢 就被这些大厦啊 包裹在其中 很少能照到阳光啊 奇怪的事情呢 也随之陆续发生了 最开始呢 是有一位老兵啊 在这里坠楼身亡了 自从这个老兵死后啊 就开启了潘多拉的盒子一般啊 在短短的三年里 这栋公寓楼的住户们啊 陆陆续续死了二十一个人 死亡的原因呢 各有不同 有的你突然间就得了疾病 有的你发生了意外的交通事故 有的你是突然间就发疯了 得精神病了 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住在这栋公寓里 故事啊 还要从这个老兵死那天夜里开始 民国七十九年冬天 风啊非常大 天哪也特别冷 六十多岁的老兵啊 凌晨来到这座公寓楼前 叮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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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响了四楼的一个住户家的门铃 按了半天呢 也没有反应 后来呢 他就叮当叮当叮当 哀响了另一家人的门铃啊 可是你一言没言打理他 站在寒风中的老兵啊 无奈地看着这个大铁门 却没有人呢给他开门 老兵急了就放声大喊了 把这栋楼的居民呢全都吵醒了 可是住在这里的居民呢 听到老兵呢 起立的喊叫声啊 不但没有一个人给他开门 反而你还骂骂这老兵 你说大半夜不睡觉 跟楼底下大喊大叫 这是要干什么 其实啊 也不怪这里的居民 不给这个老兵开门 因为大家都不厌尸他 你说大半夜有一个陌生人 呱大呱大就按这门铃 想要进你们家的楼里来 你说换你 你也不能开对不对 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啊 老兵按了半天门铃 见没有一个人给他开门 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啊 就是咔咔咔顺着那个楼啊 自己就往上爬了 一下就爬到四楼了 正当老兵以为自己攀爬成功的时候 突然间脚下一个亮枪 噪啪啪 掉下来摔死了 死状特别惨 那尝着啥的呀 都摔了一地都跑出来了 老吓人了 第一位到达现场呢 是住在一楼的刘甲 阴沈兵 最先打开门看 并报警了 警察来了之后 你经过询问和调查 发现这栋楼里 没人见识这个老头是谁 然后咬咽所啊 这个老兵啊 有可能是找四楼的一个人呢 也就是他第一个按响门铃那一家 可是那个人呢 却不见了 你说这玩意奇怪不 结果呢 警察呢 最终定性这个事 为这个致杀 后来经过调查 才知道 这个死亡的老头啊 姓季扬 是60多岁的退伍军人 老兵死亡后啊 原本住在四楼 也就是 老兵第一个按响门铃那户人家 是一个女人呢 从此呢 也就消失不见了 房子呢 空了两个来月之后呢 这房子呢 也就被住出去了 转眼间呢 就到了民国 八十年初 这个时候呢 这栋楼呢 就开始出事了 显示一楼的一个住户啊 在高速公路上 出现了车祸 一下子就死了俩人 俩人呢 得死状呢 和老兵都非常像 都是那个藏着啥都 都不出来了 就特别的吓人 接着呢 是四楼的一户 房子里呢 突然间就起火了 但是呢 这火势并不大 可是呢 这对夫妻 全都被烧死了 紧接着呀 住在一楼 开店的夫妇啊 因为店里的声音 一直都不好 夫妻俩呢 就天天吵架 这越吵越雄 越雄啊 这声音就越不好 最后呢 这店铺啊 就倒闭了 夫妻俩呢 也就搬走了 搬走后呢 男的就生病了 而女的呢 就患上了精神病 就一天神神道道的 在一楼的另一户啊 是个开文具店的 在民国八十年代末期啊 这个老板呢 就患癌症死了 因此那店也关门了 玩家人们呢 也就搬走了 现在呢 这住着一户人家啊 没开店啊 但家里啊 有一个齐睡的智障儿 据说呀 是搬到这里之后 这个孩子啊 才变成智障 就在最近 那个短短的一年里啊 这栋大楼啊 总共死了六个人 而且其他呀 没有死的住宿啊 有人创业死半 有人被单位开除了 夫妻就天天吵架 反正就是都很不顺利 到了民国八十一年啊 整栋大楼突然间就感觉 有一股霉味 长出了就是灰绿色的 那个霉菌啊 还有那个青苔啥的 还是个特别深 特别吓人的 而且还有一股 非常难闻的味道 有的住户认为啊 是因为大楼啊 被四周的这个高楼大厦 给包围了 把光都挡住了 所以这里边反潮 造成的呀 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 厄运呢 这才刚刚开始 住在一楼啊 也就是现前发生车户 死了两个人的那一户啊 在这一年里啊 再度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 这一次啊 是在台北市区 车车撞上了安全脑 两个人当场就死亡了 有目击者看到 车祸发生之后啊 一个年纪挺大的男子啊 全身是血 这肠子都流出来了啊 然后从车里呢 爬了出来 然后就自己走了 当救护车到了之后啊 发现车里啊 两个人已经死了 后来警察来了 就问这个死者的家属说 刚才是不是有三个人啊 有一个人好像是走了 但是家属却说呀 只有两个人 压口就不认识 走那个人是谁 在这个车祸发生不久之后 一位住在四楼的女人 可能是因为感情纠纷 啥的呀 就感情不顺了 就写下遗书之后 啪啪 从四楼跳下来 也自杀了 由于是从四楼跳下去的 也是帅的一个脑僵蹦裂 嘛残着都出来了 据一名邻居表示啊 这个女人跳楼的时候啊 穿着黑傻的碎袍 里面呢 还穿着这个碎裙啊 结果跳下来之后啊 碎袍呢 就废到一边去了 这个碎裙呢 也被死烂了 就感觉是被人死烂了 露出了三脚小奶奶 还有上半身都裸露在外边了 紧接着啊 是四楼一个住户的老母亲啊 死在了病床上 不是说圣贤得了什么重病 或者是自杀 就这个老太太吧 在死前那前一夜啊 就喃喃自语 就倒过了一月 结果那第二天早上就死了 这个老太太死之后啊 又有一个住在二楼的男子啊 被小货车 拉腰碾压而过 也是尝着啥都留了一地 这名男子据说啊 也曾在老兵 按门铃求开门的时候啊 在这个通话器中啊 破口大骂这老兵 这老兵死后呢 他还说这老兵 说你死的不是地方啊 你说你死哪不好 非得死我家楼下 这一年呢 最后一件死亡案子 是一个住在四楼的 总员妇女 因为得了子宫癌呀 不治而亡 短短的两年时间呢 这栋楼啊 已经有二十个人死亡了 然而更加凶猛 还在后面 到了民国八十二年的时候 这一年才是最凶猛 在元月初 就一个住在四楼的小孩 刚刚学会走路啊 就不小心成四楼 侧儿就掉下去了 乖死了 在农历过年的时候啊 二楼的一个住户 突然就是脑中风 也死了 而且在元月 才搬到一楼的一个住户家的小女儿啊 突然间就发疯了 就大吵大闹 就是像得了精神病似的啊 就甚至有时候你还会把自己身上衣服都脱了 满大街里跑啊 据说这个丧女啊 以前并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半到这里 一个月之后才出现的这种情况 这栋楼啊 死了这么多人 而且还发生了这么多奇怪的事啊 住户们就觉得啊 应该是有不干净的东西在捉怪 大家呢 就打算把这个楼啊 不行踩了吧 然后重盖 可是呢 还没等重建开始啊 开发商死了 因此你这个重建计划就泡糖了 大员住户们呢 一直也没有闲着 到处找高人啊 到这里驱邪 还在楼上啊 自己的家里贴了不少的符咒啊 可惜你 倒没有什么效果 大楼那样 又发生了三件死亡案件 分别是一楼的住户啊 因拱地意外而死亡啊 三楼的一个住户啊 去国外旅游啊 回来之后你就染上了不明的症状 上吐下泻 最终也死了 最后一个你是 借住在二楼的一个学生啊 在上学时候啊 出车祸死了 到这个时候啊 有的住户你就忍不住了 想把这里的房子卖了 干脆就搬走了 可是这里发生了这么多奇怪的事啊 你说谁还敢买这个房子 你说想卖房子也卖不掉啊 所以住户们呢 实在没办法 街坊邻居们们 邻居们大伙互儿 �е凑点钱 由四处啊寻找高人 公妇不不复有心人啊 住户们呢 请到了一位 道法高僧的法师啊 呃 这个法师呢 来到这栋楼之后啊 就看 四周去寻吧 他走一圈之后发现呐 这里的风水呀 虽然是被这个四周的这个 稿楼大厦 给破坏了 但是也不至于造成这么惨重的伤亡 最终老法师断定 说这个楼造成这种伤亡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它本身的风水问题 肯定是另有其他原因 可是具体什么原因 这老法师只是沉默不语 临走的时候就劝这种楼的居民们 说你们最好赶紧搬走吧 这栋楼在短短的几年内 就死了这么多人 发生了这么多奇怪的事 解放邻居们在一起一合计 不是风水问题 那就肯定是当初那个老兵 化成厉鬼来找咱们索命去了 不过我觉得 咱们还是得用科学的角度去看问题 可是就算科学发展到了今天 也有很多事情是用科学无法解释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 我想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正所谓赛有散报 他恶有恶报 如果当初有一个人肯给那个老兵开门的话 那么老兵就不会被摔死 老兵如果不死的话 或许之后的事就不会发生